請主席邀請一下部長跟中科院的院長 好,請部長、中科院院長 部長辛苦了,這個台海的情勢瞬息萬變 去年這個佩洛西訪台之後 其實整個台海的情勢有很大的變化 有人講說這過去的所謂的現狀不在 出現了所謂的新常態,new normal 那沒有錯,尤其中線被跨越這個事情 中線模糊化這件事情 中線的默契不在這些等等 所以如果說佩洛西只有出現新常態的話 我認為是無中線,就是沒有中線的一個新常態 但最近又出現另外一種新常態 就是新常態當中的新常態 the new normal of the new normal 那個就是無人機 無人機現在變成 如果說持續的話變繞台常態化 那這個變成是新常態中的新常態 整個台海的新的局勢 未來會不會又有新常態不知道 但是呢,起碼這兩個雙無啊 無中線又加無人機 這個其實對我們國防是會提高非常大的應處壓力啦 所以我想請教部長是說 我們有對策嗎? 因應的對策跟應處的方式嗎? 所謂委員報告,的確剛剛委員一語道破 對我們壓力真的很大 從去年,不光從去年八月 八月之前,就陸續 之後是更嚴重啦 對,更加嚴重 但國訓應驗方法,我們同樣的 不管有人機無人機 我們最後的領空、領海 我們絕對維護住 如果預約了,所以我們為什麼會調整 第一級的概念 其實它只要跨越,我們就把它當作第一級 跨越你是在二四海裡嗎? 因為中線已經沒有,中線代已經跨越了 已經要應變了 但我們該要做的警告,該要做的告示 都會按部就班來做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它在繞的 無人機在繞都還圍在ADIZ 它並沒有進到ADIZ,還是干擾 將來無人機,因為無人機畢竟它現在是偵查 可是呢大型無人機它不是只有監督偵查 不是只有監偵,它具備打擊能力喔 所以這一點我才會請教說 請問我們對目前中共無人機的技術掌握多少 它有多少的量,它的能力有多強 美國昨天消息傳出來說MQ9 你現在說到2025啊,現在是2023啊 2025交給我們,到成軍可能2026、2027啦 可是現在它已經用中大型無人機繞你一周了啊 繼續繞啊,對不對? 一台來,兩台來,一群來,怎麼辦? 所以這兩個問題 第一個,我們的戰略上面怎麼應付 第二個,我們的設備上面 我們現在只有瑞淵啦,對不對? 那瑞淵二代什麼時候出來? 阿瑞淵二代能不能對得上這些大型的 中共大型的無人機?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這的確 敵大我小敵強我弱這不是那麼事實 但我們不能講完全沒有對應 但我們一定要確保我們最後一個防線 就台澎防衛作戰,最後一道防線 這一道防線不能破 就算它如果要破,我們要應對的話 那就已經進入相當可怕的階段 那就已經開戰了 這開戰是誰挑起來的 是對方挑起來的 部長,我們不希望看到這個戰爭爆發 可是現在是說,它的這些干擾你怎麼樣應對嗎? 當然,有一些專家是講說 它這些繞來繞去主要是摸透你的電子頻譜 沒有錯,它只有這個堅針的功能 那可是這一些干擾 一方面摸透你的整個防衛部署 摸透你的頻譜 這個是不爭的事實啦 可是我們怎麼樣應對嗎? 你看美國打那個Spy Bloom 監察那個間諜氣球 它四顆響尾蛇飛彈 三顆命中,成本150萬美金 那還是美國的成本 我們成本是更高啦 所以這一種無人偵查 其實它就是類似Spy Bloom 只是說它用無人機而已嘛 一樣,做這樣子的干擾 現在是飛,飛到你的ADIZ旁邊 當它的飛行高度是幾萬英尺以上的時候 就超越你的防空飛彈 能夠打擊的範圍 它飛過去,那你就算知道了 你也不能打它 對不對? 那你要打它,除了你派戰鬥機上去 你還不見得打得到 這是很大的困擾 所以部長我才問你說這怎麼解啦 而且它量多的時候怎麼處理 我們現在無人接力量我們沒有很多啊 而且我們是短程的啊 它是長程是可以繞上千公里的啊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 基本上我們從雷達上面可以偵測的到呢 但我們應對的方法 我們為什麼要推展這個不對稱戰力 為什麼要想說它敵大我小 很多地方它強過我們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說 監控以外就不得讓它預約我們的範圍 我們最後把我們逼到 可以逼到最後但我只有出手 這就一個結果啊 所以我覺得 應該它要來做一個課題 有沒有可能 我們不希望說用我們的戰鬥機去面對它 第一個 有沒有可能透過干擾的方式去干擾它 第二個 有沒有可能透過無人機對無人機的方式 即便現在 現在MQ-9還沒辦法交給我們 但是 日本有沒有MQ-9 有 韓國有沒有MQ-9 有沒有 有 有吧 請問 這個就是 你今天與其派25家 這個軍火商來 那個退降講說 台美之間最重要的是協同作戰 重點在協同作戰 武器買賣一回事那叫生意 但協同作戰是另外一件事情 在我現在還沒有具備無人機 大型無人機反制能力的時候 請問美方怎麼樣協助我們 反制 周遭的國家能不能協同 MQ-9能不能從日本起飛 MQ-9能不能從韓國起飛 能不能從其他的甲板上起飛 同樣做到堅針的功能 同樣做到嚇阻的功能 跟反制的功能 可不可以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所以跟美方到目前為止 談的問題會那麼樣頻密 其實剛才講的這些議題 通通有在裡面 有在裡面 對 但是詳細進度如何 我覺得我坦白跟你講 我不便在這裡面做報告 反制的方法很多 不完全是硬碰硬 那剛才委員提到 我沒有提原因在哪裡 因為還在談當中 但是要思考 我們絕對有納入思考的 絕對有在發 不能一直談 你還要反制作 他一直來 那一直來 你的防線會一道一道 不斷地被突破 一直進逼 從中線進逼到24海裡 到你的領空 然後如果是高空 高空你又說他在幾萬公尺上面 對不對 你也沒辦法打他 會打得也很麻煩 可是他在做偵查 他在做干擾 然後讓你不安 這是一種心理戰耶 所以面對這個 你們壓力當然會很大 我可以理解啊 我也不希望說 每一輛無人機來 你們都派戰鬥機上去 上去跟隨他 這很累啊 會把你累垮了 我跟委員報 戰術戰法運用 我們絕對朝這一方面 沒有講他來一架 我也對一架 我們不然用載空機 再訓練一下 但是他只要一出動 你知道了 你就開始神經緊張了 因為他會 因為他無人機 他等於沒有損失你知道嗎 所以說他被擊落也沒有損失 那他現在是沒有帶彈 如果他哪時候帶 可以攻擊的飛彈呢 所以國委員報告 為什麼這幾年啊 我們壓力很大 我知道你壓力很大 但是我們其實也會替我們的這個安全上面 會擔憂啦 所以我來說 今天 台美國防工業合作這件事情 坦白講啦 生意歸生意啦 最重要的部長 反而是國防部你要跟美方去談 戰略上怎麼合作啦 防衛上怎麼合作啦 有這個大的指導 大的方向 才有辦法 你接下來這些產業是配合 我們現在首要的目的 拜託啦 不是股票也不是賺錢啦 現在是防衛啊 我要請國安高層搞清楚啊 我們現在國家安全面臨的是 這個防衛國防上面的 國防上面的這個迫切的問題 跟壓力啊 要解除我們國軍的這個 這麼龐大的壓力 結果你再給我談股價 你再給我談這個生意 這怎麼對 對不對部長 我 那不是嗎 所以我說這25個 軍火箱來 在談戰訓本物 因為他這25個軍火箱 他是個業界的 所以我沒有直接跟他接觸 但我覺得講說 對任何一樣 只要對我們防衛作戰有利的 不管建軍也好 或者武器裝備一個精進 只要有利的 我們都樂見其成 那我是所以沒有跟他們碰面 原因是哪 因為他是業界 他不是有關 當然啊 所以部長你的想法 也是他們是來談生意嘛 對不對 我不知道 國防不要談的是戰略戰術嘛 我們要談的是 協同作戰的合作嘛 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邊要求 也是國防不要去談這個 業界這件事情 我是覺得 政府也沒有必要幫忙去他們在那邊吹噓啊 沒有必要啊 你今天要來談國防工業合作 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們最重要還是他的什麼 技術能不能輸出啦 台美之間的產業合作 這也不是第一次開這種會議啦 我請教一下 請問這個是不是 每一年 美台國防工業合作會議的台版 因為每一年在華府旁邊 都有辦美台國防工業合作會議啊 我們的次長也有去參加啊 對不對 那現在在台灣辦的這一場 請問是不是台版的 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一次的這個論壇呢 是由那個 經濟部的外貿協會來邀請 他是屬於非官方的 是 你們官方都沒有參加 對 我們沒有被邀請 那國防院是代表什麼 國防院是代表什麼 國防院代表誰 國防院是國家的智庫喔 國防院是國家的智庫喔 是我們這邊通過預算給他們的喔 對不對 那個部長你是董事長嗎 不不不我不董事長 現在不是你喔 現在是握手葉是董事長 是 所以我覺得角色要搞清楚 好 生意歸生意 戰術戰略合作 國防合作 這是跨國的 政府對政府的 我們要把它搞清楚 所以我覺得 國安院他參加的話 他大概談一些理論啊 各方應該是可以結合的 因為我們需要的 還是針對我們現在迫切啊 迫切的這個壓力 一個就是武器啊 提供的這個延宕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我剛剛講 新的normal 新的常態 這個要怎麼樣應處的問題 這個要國安部 要趕快想出辦法 我們那個中科院的研發啊 無人機的研發 一天到晚政府在講 蔡總統也在講說 這是我們不對稱戰力很重要的一環 可是當你這樣喊的時候 對岸的不對稱戰力發展的比你還好 你還快 對不對 那這已經失去 所謂不對稱的這個優勢啊 沒有啦 所以國安部你要想一想啊 如果將來是 群發的無人機來 是大型 長程 高空 堅針打一體的無人機 這壓力非常大喔 這恐怕不是你買再多的戰鬥機有用的 所以這要先想 想辦法怎麼處理啦 那一天禮拜一 我們去考察無人機對 我們當然看到國軍的辛苦 也看到我們自主研發 有一些成果 可是 要真正拿來應對現在的狀況 恐怕 恐怕 沒有辦法 這是為什麼我們在這邊 替廣部 也替整個國防啊 感到擔憂的地方 憂心的地方 部長你辛苦了啦 好 但是還是希望 這部分趕快 想出辦法來 好不好 好的 我們努力啊 好謝謝委員